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最近AG处于内有外患之中,可以说是困难重重。 关于最近的节奏主教练月光亲自进行了解释,猫神终于要下场了,九成还没有回到首发。 这个赛季每天都会有一天运营日,当天俱乐部不能安排比赛或者训练,只能直播或者是团建活动。 然后月光直播表示,24号打合身GK的首发辅助是小北。 至于为什么换人他并没有说,大家都能猜到猫神这样的状态确实不适合在上场了。 只是担心小北作为新人,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会不会影响他的思路和操作。 另外关于九成的事情,月光也说了不少,很多粉丝都在担心九成没有训练赛。 他表示无论是九成还是效应,都是有训练赛的,第一阶段九成打了四场比赛,效应打了一场,效应大部分时候都在和二个一起训练。 而第二阶段效应上场次数会多一些。 但九成也是在和二队一起训练的,两个人是公平竞争都有机会,就看着谁能抓得住。 网上还有人在说九成和月光吵架了,关于这一点月光也是极力否认。 以月光的性格,确实不至于和选手吵架,他当教练也挺长时间了。 在A级这两年大家对于月光的评价褒贬不一,但从来没听说过哪位选手和他吵起来。 月光平时挺幽默的,即便九成和之前两位教练都有过不愉快,但目前为止和月光的关系应该还可以。 不出意外的话下场比赛的首发就是一末、初晨、阿泽、消费和效应。 很多人可能还在想,最初为什么没机会,这个6.6之前说过,最初现在有点不太自信,这会影响他的思维和操作。 他觉得自己不太适合上场打比赛了,所以回意记基本上就是养老。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月光这次的爆料呢?